以前我是跟你说过要做男女朋友 你觉得我们俩可能吗 真心受挫 令她伤心欲绝 小梅 你回来了 我不是小梅 你能不能不要走啊 面对另一份真情 她能否抓住眼前的幸福 你不知道王玉敏多爱你啊 这是她的日子本 你自己看吧 我要跟你结婚 国法栏目剧《异性姐妹》 下集正在播出 大姐 来两个饼 加弹加肠上啊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 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擦你了 快 别吵啊 你吵不吵是不是 我吵不吵 警察上场 我吵 你没闪眼睛啊 我帮你擦 我不是故意的 别吵我 剪得比亲的还亲呢 小梅呢 她一直想要一支笔 你帮我转交给她 她被刺了三刀 幸亏没有伤到要害和大动脉 我求求你 救救我爸爸 你们干什么呀 快起来快起来 为什么她花钱你就愿意给 我上了补习班你就不愿意了 要不是因为她 我妈就不会走 爸说 只要你愿意 她砸锅卖铁都让你上学 这些钱 你拿去吧 如果你愿意给我出学费 我就嫁给你 小梅 你上学的学费 是不是有规格给的 这件事情 谁都不准说出去 我看你女婿可真孝顺的 你瞎说什么呀 咱们仨呀 去这场吃个饭呗 我不去 我不过生日 小梅给家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啊 她也没给我打呀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下集故事 在上个集里呢 我们看到 王玉米和刘小梅 这对异性姐妹 关系呢 一直特别的不好 刘小梅呢 为了考取艺术院校 就利用曹永贵的爱慕之情呢 定了一个所谓的婚约 就说呢 只要你出学费 毕业之后 我就嫁给你曹永贵 那曹永贵的刘小梅啊 可不可以真的是死心塌地 她是出钱出力 支持小梅 而之后呢 小梅是如愿 考取了艺术院校 不过现在呢 她的异性 对她的艺术梦想 好像在刻意地去遗忘 或者说去无视 当时的承诺和那份婚约 这无意让曹永贵 感到特别地受打击 而另外一边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一直以来呢 王玉米对曹永贵 那是有着一份真情实感的 但是因为刘小梅 王玉米一直把感情 失漫在心里面 可是紧接着 因为一件事情 王玉米将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回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了 呢 我们打烁 但我们算是 连续 然后我们认识 我的人 你的拥有 你的拥有 舍然 即使你 你怎么就买 叶贵哥 我当上女主角了 女主角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导演 叶贵哥 你看 这是我拍戏的照片 拍什么戏呀 你应该好好地学习嘛 你懂什么呀 现在出名就要趁早 等到一把年纪了 我想演戏都没人找我了 昨天是你爸的生日 是我们还拍了照片的 你说你怎么也不给你爸打个电话呢 叶贵哥 我们点点好吃的吧 城里的东西好贵啊 我都好久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好饭了 我 我不是给过你一张卡吗 发完了 先拿着吧 谢谢你 叶贵哥 谢谢你 叶贵哥 这小梅都回来了 你不知道啊 她回来都不通知你 还耽误到你是男朋友了 你们就编吧 小梅在城里上学呢 快回来干嘛 这可就是你不知道了吧 人家小梅现在当女主角了 跟当时回来看景呢 真的 真的呀 真的呀 她现在在哪儿啊 在何边 不看电了 妈 你帮我看会儿电啊 这 啥回事儿呀 这是 你们这儿风景挺不错的啊 你看那边 你还在哪儿呢 应该叫你 你还在这里 听说 小梅 有贵哥 小梅 他是谁 他是我表哥 你怎么来了 你回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说什么呀 你回来是工作的 工作 那工作你还跟他靠那么近干什么呀 你烦不烦呀 怎么了小梅 他是不是骚扰你 不是 我表哥他不知道回来拍戏了 小梅 你跟我回去 我有话跟你说 松开 你要说什么呀 小梅 我还遵守着咱们的约定呢 你说过在你毕业之前 这事都不公开 谁都不告诉我 我都记着呀 小梅 你跟我回去吧 回去什么呀 是 以前我是跟你说过要做男女朋友 有贵哥 你觉得我们俩可能吗 不是我说你这人脑子有病是吧 小梅 你爸他身体不好 你跟我回去看看好吗 有贵哥 我知道这几年都是你照顾我家 我很感谢你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做你女朋友吧 行 但我再问你一句 之前的咱们还算不算 之前我什么都没说 之前我什么都没说 那些都是你想出来的 这下你明白了吧 小梅 你跟我回去 你干什么 放开 放开 我跟一会儿差不多行了啊你 小梅 你跟我回去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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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 好自为之啊你 好有贵 我恨你 来一下吧 走晚点 别吓 我真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 大姐 你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 怎么说话 我问你 我儿子到底做错什么事了 被你女儿那么欺负啊 妈 回去吧 你等等 你看 你自己看清楚 啊 这是你女儿一字一句写得清清楚楚的 保证书 我刘晓梅向曹友贵保证 只要曹友贵 供我上完大学 毕业以后 我就嫁给她 你女儿 这是不是小梅写的 你们大家看看啊 这刘晓梅到底是养的女儿了还是强大王 不还钱不说 你看 把我儿子还打成这样的你看看 妈 这么多人你不嫌丢人呢 丢什么人呢 这刘晓梅现在不得了了啊 长本事了啊 要出息了 可以请她打手了 我儿子去找她要钱 她不但不还 还找人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这还有天理王法吗这 你不走我走 走什么走啊 我告诉你 除了学费 还有上次 你被人家砍了住院的两万块钱 也是我儿子给的 我倒知道 我儿子厚道 可怜你们还不起 这下好 你女儿又骗了三万块钱 怎么了 大姐 这事啊 等会儿把小梅找了 把她找回来 我问清楚了咱们再说 好不好 好什么好啊 就这样的女孩儿 白送给我们家都不要 去 把你妹妹给我找回来 去 你别着急 我跟你说 这事没完 五万块钱 准备换钱吧 吵什么呀 我当是谁呢 借条带了吗 这里有五万块钱 我爸的医药费和我的学费 一起还给你们 以后我们俩不相欠了 小梅 尤贵哥 我是说过毕业之后嫁给你 可是你觉得我们可能吗 曹尤贵你傻了吧 人家小梅能看到上面的 小梅 你的新电影什么时候演 你 你给我滚 滚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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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烦你了 怎么又有这么多钱呀 我现在拍戏有收入了 我上班了 也有工资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 自己拿着吧 我该走了 这么晚你去哪儿 爸 我走了 如果曹家人在找麻烦的话 你们就直接报警吧 我们现在不欠他们了 我怕她 是有工资 但是我们现在在找麻烦的 他就找麻烦 你找麻烦 你帮她 拿着 你找麻烦的话 你找麻烦了 我还给你帮她 她的好 我还给了 好 尤贵哥 看到你这个样子 会真的很难过 可是又不知道 怎么开口跟你说 我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小梅 别人你什么都看不上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有一天 我掉到河里去了 是你把我救起来的 那天我以为我死定了 可是你告诉我 有你在 什么都别怕 老贵哥 我的心里也只有你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 就是看不见我呢 我知道 小梅比我漂亮 人又那么聪明 可是我 不过我想清楚 就算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要陪在你身边 这跟还不还债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爸 我在北京参加选秀呢 怎么回来啊 选什么秀啊 你看你把人家的有贵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爸 你放心吧 等我赚了大钱我给你买好房子啊 喂 喂 喂 你 爸 什么事啊这么急 月明 明天陪我进大城 把小梅找回来 小梅不在城里 月明 我现在在镇上 这头都抬不起来了 那个有贵的妈 是见到我就骂 不是在店门口骂 就是在我经常喝茶的茶馆骂 你说这 爸 你把小梅找回来也没用啊 我再想想办法吧 你能想什么办法 我 我去找有贵哥 我给他做思想工作 他说 先离乱 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 不是 阿姨 有贵哥不在我们家 嘿 这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回家 店也不开了 你说 能到哪儿去 大姐 你儿子到哪儿去 我们真不知道啊 呦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 被你女儿勾搭以后 现在神魂颠倒的了 我告诉你 都是因为你 我可算了啊 你的看病钱 你女儿的学费 还有这几年的银行利息 总共加起来是 六万七千五百二十万块钱 你女儿就给了五万块钱 这中间差那么大截呢 你什么时候还吧 阿姨 你别着急 剩下的钱我们肯定是会还的 不过你再给点时间 我再重新给你写张欠条也可以啊 不行 就三个月 三个月必须还 要不我就去告诉你去 三个月 阿姨 我刚开始工作 工资也没多少 三个月实在凑不了这么多钱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当初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刘晓梅 变以后嫁给曹永贵 你女儿倒好 她跑了 我还要让她赔金山损失费呢 大姐 你看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清楚 能有几个钱吗 是 我们家小梅是不对 不过你放心 这下半辈子 我就是拼着命 也要挣钱把你的钱还上 对对对 瞧你说那可怜劲呗 你女儿当初骗我儿子的时候 可不是这副德项 三个月是不是 行 那我想想办法 三个月把钱给您还上 阿姨 有贵哥到底去哪儿了 别假惺惺的了啊 你女儿当初骗我儿子的时候 可不是这副德项 有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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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再赔金山 给他老费哥 那我给你了 一遍 小费哥 你 你们看见有贵哥了吗 那个罪鬼啊 之前看见他往山上那边去了吧 黄一蜜 别人有贵哥心里可是小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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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有贵哥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儿子的骨折很严重 再加上之前他在山上有冻伤 恢复起来时间会很长 那我儿子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呀 很难 医生 求救你 求救你 求救你救救我儿子 求救你了 医生 您放心 我们会尽力的 求救你医生 你个傻儿子 你就干的什么事啊你 你说你以后谁来吃漏面 妈 别说了 你让我一个人好好静静行吗 现在出事了你静静 你这不是让我着急吗你 永贵哥 这是我给你炖的排骨汤 还有 还要上次的衣服也洗干净了 你拿走 这 我让你拿走 我不需要你来同情 我曹永贵就算残废一辈子 也不需要你来负责 永贵哥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我的笑话是吧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吧 王玉米 钱筹得咋样了 我的金 这现在 哪那么好借钱呢 我到底有个想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什么想法啊 嫁给我儿子 当我是媳妇啊 我 我儿子变成现在这样 这可都是你们老刘家的事啊 那刘小梅 要是不把他伤成那样 他能一个人喝酒 摔下她牙吗 还有 你怎么进的老刘家 我们大家伙都知道 那刘老头老是 为了你 他老婆都不要他了 你能有今天 你得知恩图报 再说了 我儿子人品好 心力善良 你嫁给他不会吃亏的 可是 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 那刘小梅也不是参加什么什么选秀吗 我要把这事一捅上去 他还选秀呢 他名义扫地呢 别别别阿姨 你让我再想想了吧 再说了 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主的呀 有贵是说他能同意 嗨 这事你放心 有贵呢 有我呢 只要你答应了 那钱立马抵消 行 慢点啊 行 自己来吧 慢点啊 嗯 行了 行了 来 坐下 坐下 我都六十多岁了 我哪有精力照顾你啊 你姐生二胎了 这还没人照顾 我还得去呢 你去城里吧 别管我了 废话 你是我儿子 我能不管你吗 儿子 你觉得 王一鸣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嗨 娶来当媳妇啊 我觉得呀 她比她妹妹可强多了 哎呀妈 你别乱点圆圆谱了啊 我不可能娶她的 哎呀 儿子 这不都是一家人吗 我不喜欢她 你 你醒一醒吧啊 妈 那个钱呢 是我自愿借给她的 你别再拿这事啊 去纠缠别人行吗 你滚蛋 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自己脑子里装着是水啊你 刘叔 你女婿又来跟她要媳妇了 刘叔 你借我们家的钱 都还清了 没有利息 那都是我妈瞎说的 呃 各位 麻烦你们给我做个见证啊 刘叔借我们家的钱 已经全部还清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家 两清了 刘叔 别再让玉民 到我家来找我了 我说 刘叔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呀 你好好上班吧 就算我以后残废了 我也会照顾我自己的 这都两个月了 剧组都没见到 怎么你不相信我呀 不是 你要不相信我 你就回老家去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不成熟 你才毕业多久 已经接了两部戏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明天去到上海 两个星期以后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是过去见朋友 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干吗 我缺钱了 跟我接到星系 咱们就有钱了 老刘 听说你家小梅不愿意回来 曹云贵的妈呢 要把你大女儿呢 做代价 胡说 什么胡说 身上的人都知道 就你 时轻眼儿 再说了 玉玫本来也不是你亲生的 何必呢 咱叫来 你们别吃了 老刀赶紧走 这儿不欢迎你了 走 走 快走 爸 玉玫 你去哪儿了 我去有贵哥家帮忙了呀 她那儿有什么忙需要你帮 她腿受伤了 上下货的时候很不方便 你这么样每天往她那儿跑 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收拾你 并不是为了抵债 野怪 我小女儿不懂事 我女借了钱 我认 我小女儿不懂事 你妈说还差一万七千块钱的利息 我也认 只是三千块钱 你也拿着 以后啊 我每月都还你 带着利息还你 刘叔 我不是这个意思 钱呢 我不急 您拿回去吧 虽然 有点是把你养养 但是和我亲生没什么两样 我不会拿她来抵债 更不会让别人来笑话我 好什么好啊 钱钱还有理了 哎呀妈 你贴什么乱的 刘老涛 你女儿干的好事 你就得负责任 还争什么硬气啊 还有 那玉敏早晚要嫁人吧 我儿子哪点不好了 哪点配不上他了 那 刘叔 你不是在城里照过姐吗 你回来干啥呀 还不是因为你 我跟你姐商量好了 把你的事处理完了 我再过去 我还有什么事儿让你照顾我 来 小湛 快进来 爸 玉敏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小湛 咱们中心校的老师 你好 我叫湛华 我女儿玉敏才毕业 现在在镇上办公室当我秘 你 我知道 咱俩一个学校的 我比你大后一见的 好 那小湛 你坐 你坐啊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都二十四了 现在还没男朋友 爸心里着急啊 我说不想交男朋友吗 不是 小湛人很好 把你交给他 爸放心 玉敏 爸 爸是不会让你受苦的 我不想结婚 你 你这孩子 听话 赶快陪人家聊聊 行 快来 快去 小湛 你们好好聊聊啊 我去做饭去 行行 麻烦了 麻烦了 坐吧 坐 好 Certainly 你 我来到你们的 我去哪一天 我来到你你的 哪一天 我跟她的 游戏 游戏 游戏哥 你别怕我 你去看我下午了吧 你都有男朋友了 你还来罚我干什么 不是的 尤规哥 我 我告诉你 我这腿一辈子都合不起来了 我就是个废物 不会的 尤规哥 我不介意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和同情 尤规哥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我告诉你 我只喜欢小白 你跟我走 走啊 给我走啊 小白 小白 你可要想好啊 想好了 玉米 你回来了 去哪儿了嘛 小湛等你好久了 爸 我有点累 想睡觉 您等等 过来一下 小湛有话跟你说 你说吧 小湛 是 小湛 我是来提心的 那个小湛已经调到城里 当教导主任了 下个月就走 是这样的 那边呢 房子学校卖好了 过去啊 不愁没住地方 小湛 月月 我想 咱俩先把警官证领了 离开呢 那咱得选个好日子 小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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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孩子 你怎么了 妈 你说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孩子 回来就好 那 那你们就早点睡吧 想吃什么 就跟爸说 爸明天一早就去买 知道了 爸 明天早点休息吧 我去给你拿窗币的 今天那个人是谁啊 是爸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一直以为 我结婚会比你早呢 你不是和那个导演在一起吗 别提了 他让我等他三个月 回过头 找年轻女孩 做主角了 那你 没事 我还年轻 机会多的是 那有规格呢 你是真傻 还是故意的呀 你觉得我跟他有可能吗 那你以前为什么要求他 做那么多事情 我们是你情我愿的 再说了 他之前借给我的钱 我已经还他了 还要我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你把有规格抛弃以后 他天天喝酒 还从山上摔了下来 他现在可能会终身残疾 什么 小梅 做人不能这样自私 你有什么资格说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也不会散 行了 我已经这些话都听了十几年了 我感谢爸收养了我 但是你现在过得不好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这些话都没有 那你还答应要跟你表个结婚呢 可现在呢 即使有贵哥现在走路不方便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 这跟小明没有任何关系 也并不像镇上的人说 我是代价 因为只有我知道 我对有贵哥的爱 是真心的 你去哪儿啊 哎 出来 一鸣 走咱走吧 东西带齐了 姐 小梅 以后就要嫁姐夫了 她马上去领结婚证去了 你要嫁给她 那有贵哥怎么办啊 你胡说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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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不上 你胡说什么 那我觉得你胡说什么 Joint 最近运民怎么没来呀 是不是你欺负别人了 多好的姑娘呢 妈看着都心疼 你还不珍惜 你是不是还想着那刘晓梅呢 财老贵 你瞎吗 你不知道王云敏多爱你啊 这是他的日记本 你自己看吧 他今天就要跟别人去领证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有贵哥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小梅的话 就大胆去追求他吧 我的心里也只有你呀 因为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还要看多久啊 你快去吧 那边房子学校没完了 咱这过去住没问题 吃饭呢就在食堂 到了 好 玉米 玉米 说话呀 你不能跟他结婚 你说什么 因为 我要跟你结婚 你 你谁呀你啊 玉冕 之前你说的话 我都记在心里 如果没有你 我早就死了 我也知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配不上 但是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努力站起来的 嫁给我好吗 以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让你开开心心的 我们看到刘晓梅呢 为了学费 那个曹有贵定了一纸婚约 说只要你给我交钱 我也会嫁给你 可是成了以后呢 他又马上变卦了 单方面去毁掉 所谓的承诺和那一段约定 这一点让曹有贵感到深深地受伤 刘晓梅这个行为本身是不理性的 但是反过来说 这曹有贵他也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梅对你感情是很寡淡的 而小梅她的性格你也很了解 非常的不成熟 但是呢 她还是一门心思地 为小梅去出钱出力去付出 这么做好像是出于真爱 但其实也是不健康的 太过丢失掉自我了 果然我们也看到 训练之后啊 曹有贵也是自暴自弃 缺乏一个好的态度 还差点就错过了身边的王玉敏 还好最后呢 曹有贵也是有呼吸勇气 留住了王玉敏的心 而另一边呢 面对一些风言风语 王玉敏也是毫不介意 只是在专心地去照顾曹有贵 可以说王玉敏啊 用她的包容 善良和真诚 感化了身边的人 也最终收获了 属于她自己的那份幸福 在这里我们希望小梅 能多向王玉敏学习学习 也希望他们之后的生活 可以过得舒心和安稳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